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华离开后,中共官方28日才正式对外通报了有关情况。有海外媒体称,当习近平和金正恩会晤的画面披露时,出现了罕见一幕,习近平就像是一个父亲,在批评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 中共官媒28日报道,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25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了非正式访问。这是金正恩2011年上台以来首度外访。也是他与习近平的首次会面,在四天的访问行程中,金正恩与习近平举行了会晤。 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当习近平和金正恩会晤的画面被披露时,分为就像是一个父亲在批评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 文章称,中共央视画面显示,64岁的习近平教育34岁的金正恩时,金正恩在认真的做笔记。当金正恩讲话时,习近平就像一个教师爷一样,冷漠地盯着他。 另有报道表示,金正恩做笔记这一幕非常罕见,因为在朝鲜的时候,一般都是金正恩讲话,身边的随行人员拿着小本本在认真做笔记。 英媒BBC文章则称,习近平会见金正恩期间,一直穿的是西装,并不是堪称国共两党党服的中山装,与金正恩的穿着形成对比。 从两位夫人的着装来看,金正恩夫人李雪主的套装显得非常正式,而彭丽媛的外套则较为休闲。 文章认为,金正恩夫妇看上去就是来工作庶职的,而习近平夫妇则更像是在会客。 文章还称,中朝双方领导人互相称呼的字里行间,所隐藏的一个重要信息也让人难以忽视。 在中共官方的通稿中,习近平向金正恩表示,你在中共十九大后电贺我再次当选,前些天又第一时间电贺我再次当选国家主席,而金正恩回应说,我理应来中国向您当面致贺。 文章说,你和您之分,在有敬语的语境中凸显得双方互称时的不对等。 以金正恩的八十后年轻人身份和东亚文化中的敬语传统,虽然金正恩使用您的可能性很高,但在朝鲜官方报道中,称金正恩对习近平的称呼是尊敬的总书记同志。 另外,在习近平提出未来中朝关系发展的所谓四大重要意见后,中共媒体报道称,金正恩说这些意见令我受到极大鼓舞和启发。 文章称,如果金正恩果真说了四番讲话,那么习近平在他眼中一定是一位睿智的长辈。 习近平在讲话中称,金正恩此次访华,是双方基于历史和现实,立足于国际地区格局和中朝关系大局,做出的战略选择,也是唯一正确选择,不应也不会因一时一时而变化。 所谓一时一时,被指的是朝鲜四前与韩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密来往,以及金正恩原定将在五月与美国总统川普的会面。 时政评论员唐靖远分析说,习近平称,中朝关系不应也不会因一时一时而变化,显然是敲打金正恩,抑郁甩开北京单独与美国及韩国会谈,以及此前多次不给习近平面子进行导弹试射及核无挑衅。 同时习近平特意提到派特使沟通双方关系,明显是在与带双关的敲打金正恩,在中共十九大后,让习近平派出的特使宋涛持币门庚的事件。 而金正恩回应在新形势下传承并发展朝中有意,是朝方的战略选择,唐靖远认为,金正恩也是与带骨头,意思是现在是心情势了,已经是石雍和并和美国勾合了,与过去不一样了双方要从心摆位置。 对于金正恩此次访华,有分析认为,金正恩在与川普会晤前,先找上昔日盟友当靠山,旨在及此挑拨中美之间关系。 美国智库使厅声中心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孙韵对美媒分析说,金正恩的爷爷金日成,就曾经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玩把戏,现在金正恩又开始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玩对立。 他认为,朝鲜将自己放在枢纽的位置,以便选择和哪一方谈判,而中国自从被边缘化之后,与朝鲜关系增温只会感到高兴,因为这会让中国在朝鲜问题的谈判桌上,重新找回重要位置。 至于金正恩此次访华会对未来的川金会的影响,时政评论员夏小强分析说,影响不大,只会让外界和美国再次看清中朝之间关系的本质,即朝鲜是中共维持共产政权统治来对抗自由世界的一道防线,也是中共在最危急时刻的转嫁政权危机和视线的工具。 他认为,从更大的视角和棋局来讲,中共政权和金正恩政权在危机中的互动和联手,都是共产主义政权走向灭亡前的表现,结局已定,中共解体在即,金氏政权也将随之灭亡。 中共外交部发布消息称,杨洁篪即将以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身份访问韩国。 有分析指,该职务以往是由国务委员兼任,如今杨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担任死职属于高职低配,又沦为高级办事员之嫌。 3月28日,中共外交部发布消息称,因韩国政府邀请,习近平特别代表,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将于29日至30日访问韩国。 杨洁篪在今年的中共养会上,没有如外界所猜测的那样成为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他的职务去向备受外界关注。 据公开的资讯,习近平上海掌权以来,建立了若干工作小组来统筹领导各方面的工作, 其中,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是其领导外事、国安等工作的一是协调机构,而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是常设办事机构,也是中共中央直属机构之一。 今年中共养会后,北京当局于3月21日印发了一个有关中共国家机构的改革方案,将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升格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其办事机构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简称都是中央外办。 外界注意到,从2008年开始,中央外办的主任都是由国务委员兼任,前两任主任分别为戴炳国和杨洁篪。 如今,杨洁篪以中共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兼任这一职务,明显是高支低配。 对此,中共官媒解释为北京当局对外事工作的重视程度,但海外舆论却质疑着或许是一种变相案变, 无形中把杨洁篪贬为一个高级办事员。 资料显示,杨洁篪历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驻美国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部长等职。 2013年,杨洁篪任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国安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2017年10月,杨洁篪成为中共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并继续担任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中央外事办主任。 2018年3月,中国两会期间,杨洁篪现任国务委员一职,却并没有当场国务院副总理, 让外界对他的职务去向产生诸多猜测。 北京时间28日清晨,中共新华社发出通报,指金正恩3月25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并与习近平会晤。 其他参加活动的,包括政治局常委级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以及有边外常委支撑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至于参与接待的其他中方人员,还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郭申坤,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黄昆明,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国务委员王毅等。 也就是说,金正恩这次只会晤了三名政治局常委,以及同级的王岐山, 其余人员都是政治局委员或以下层级人员。 其代与和其父亲金正日当年访问时有不小差距。 金正日成为朝鲜党会后,曾其次访问中国。 即2010年5月3日至7日非正式访问中国期间,获得当时全部九名常委会见。 根据当年新华社通报,当时国家主席胡锦涛为金正日举行了欢迎宴会, 胡锦涛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先后会晤金正日。 而政治局常委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也分别陪同金正日参观或参加活动。 2011年5月20日至26日,金正日对中国进行第七次访问。 这次他也获得九名常委中的八名会见或陪同活动, 只有吴邦国因当时身处南非而未有与金正日见面。 此外,中共官方发布的金正恩访华照片, 在与习近平握手或参观时,神情都比较严肃。 此前,凡是中朝高层会面时都要做的例行动作, 雄暴,这次却没有再上演。 王岐山日前会见了来访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同时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以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出访韩国。 中共高层着两大动向预示着王岐山将任外事委副主任, 协助主任习近平处理外交事务。 据中共官媒28日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3月25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访问期间, 习近平夫妇会见了金正恩夫妇,包括习近平、李克强、 王沪宁三名现任政治局常委及前政治局常委, 新任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同金正恩议行参加相关活动。 同天,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 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将作为习近平的特别代表,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身份访问韩国。 时政评论袁石石表示,中共高层上述两项动向, 或泄露了王岐山的新职务,即王岐山将担任外事委副主任。 中共养会结束后第一天,即3月21日, 北京当局公布多项机构改革措施, 其中包括将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在为改名前,该小组组长是习近平, 副组长是中共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国务委员杨洁篪任秘书长。 改组后,杨洁篪已担任外事委办公室主任。 按照此前惯例,习近平将担任外事委主任, 新任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将任副主任。 王岐山在本月召开的中共养会上, 出任国家副主席,而新任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杨洁篪罕见为兼任副总理。 据多方消息,习近平让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的目的, 就是让王岐山负责处理外交事务, 尤其处理目前棘手的中美关系。 台媒《中国时报》报道说, 杨洁篪不兼任副总理, 就是要替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全面同管外交铺路, 在已有属于副国级的国务委员王毅分管外交后, 如果再有外事副总理, 政府只能将叠床下屋, 所以将杨洁篪摆在掌管党的涉外机构, 让王岐山掌外交大局。 朝鲜党魁金正恩28日结束了为期三天的访华行程。 朝鲜官方通报中称习近平接受了金正恩的访潮邀请, 但中方意外之则不提。 这似乎与薄熙来当年逼供胡锦涛到重庆站台很相似。 当地时间3月28日, 朝鲜官媒《朝中社》发表了金正恩在北京欢迎宴会上讲话的部分内容。 其中提到, 金正恩以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名义, 邀请习近平方便的时期对朝鲜进行正式访问, 习近平欣然接受邀请。 但是, 中共新华社有关金正恩访华的通稿中, 并没有习近平接受访朝邀请的内容。 观察家注意到, 从朝中社报道中方便的时期的表述, 似乎也能看出习近平接受邀请有多少诚意。 习近平和金正恩因为朝核问题的分歧, 关系一度虚冷。 每每披露, 习近平曾私下表示对金正恩的厌恶。 前美国驻中国大使包可是曾经透露, 习近平一度使用罪贬损词汇来形容金正恩。 近期以来, 由于中方配合美国对朝鲜进行经济制裁, 金正恩也通过媒体在国内大肆宣传愁中情绪。 中朝间此次突然破冰, 外界相信是中美朝三方博弈的结果。 中朝北京会晤后, 朝方再次举起所谓中朝传统友谊的大旗, 并宣传习近平接受访朝邀请, 似乎显示朝鲜在美方高压和国际孤立中, 试图再次寻求北京支持的意向。 但北京对中朝关系恢复到何种程度, 包括是否增减对朝制裁力度, 如何推动半岛无核化, 估计还要看国际环境而定, 不会贸然行动, 让自己陷入被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 朝鲜单方面宣布习近平访朝议项, 和当年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逼供胡锦涛的手法相似。 2012年, 在王立军事件后的中共两会上, 薄熙来仍然大谈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 当日本记者追问为什么胡锦涛还没有去重庆时, 薄熙来说, 我们深信总书记会去重庆, 而且看了后他会高兴的, 胡锦涛主席非常重视重庆, 此言被认为是对胡锦涛的直接逼供。 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 被认为是在江泽民扶持下, 自闭路线, 另立中央。 在此之前, 时任九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 除了胡锦涛和温家宝, 都曾经到重庆为薄熙来站台。 此次两会后薄熙来就被扣在北京, 随后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接受审查。 在中共十九大后, 让习近平派出的特使宋涛吃碧门庚的事件。 而金正恩回应在新形势下传承并发展朝中有异, 是朝方的战略选择。 唐靖远认为, 金正恩也是羽带骨头, 意思是现在是新形势了, 已经是时庸和并和美国勾合了, 与过去不一样了双方要从心摆位置。 对于金正恩此次访华, 有分析认为, 金正恩在与川普会晤前, 先找上昔日盟友当靠山, 旨在及此挑拨中美之间关系。 美国智库史厅声中心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孙韵对美媒分析说, 金正恩的爷爷金日成, 就曾经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玩把戏, 现在金正恩又开始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玩对立。 他认为, 朝鲜将自己放在枢纽的位置, 以便选择和哪一方谈判, 而中国自从被边缘化之后, 与朝鲜关系增温只会感到高兴, 因为这会让中国在朝鲜问题的谈判桌上, 重新找回重要位置。 至于金正恩此次访华会对未来的川金会的影响, 时政评论员夏小强分析说, 影响不大, 只会让外界和美国再次看清中朝之间关系的本质, 即朝鲜是中共维持共产政权统治来对抗自由世界的一道防线, 也是中共在最危急时刻的转嫁政权危机和视线的工具。 他认为, 从更大的视角和棋局来讲, 中共政权和金正恩政权在危机中的互动和联手, 都是共产主义政权走向灭亡前的表现, 结局已定, 中共且体在即, 金氏政权也将随之灭亡。 中共外交部发布消息称, 杨洁篪即将以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身份访问韩国。 有分析指, 该职务以往是由国务委员兼任, 如今杨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担任死职属于高职低配, 又沦为高级办事员之嫌。 3月28日, 中共外交部发布消息称, 因韩国政府邀请, 习近平特别代表, 中共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将于29日至30日访问韩国。 杨洁篪在今年的中共养会上, 没有如外界所猜测的那样成为中共, 逃遣领导人金正恩访华离开后, 中共官方28日才正式对外通报了有关情况。 有海外媒体称, 当习近平和金正恩会晤的画面披露时, 出现了罕见一幕, 习近平就像是一个父亲, 在批评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 中共官媒28日报道, 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25日至28日 对中国进行了非正式访问。 这是金正恩2011年上台以来首度外访。 也是他与习近平的首次会面, 在四天的访问行程中, 金正恩与习近平举行了会晤。 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 当习近平和金正恩会晤的画面被披露时, 分为就像是一个父亲在批评 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 文章称, 中共央视画面显示, 64岁的习近平教育34岁的金正恩时, 金正恩在认真的做笔记。 当金正恩讲话时, 习近平就像一个教师爷一样, 冷漠地盯着他。 另有报道表示, 金正恩做笔记这一幕非常罕见, 因为在朝鲜的时候, 一般都是金正恩讲话, 身边的随行人员拿着小本本在认真做笔记。 英媒BBC文章则称, 习近平会见金正恩期间, 一直穿的是西装, 并不是堪称国共两党党服的中山装, 与金正恩的穿着形成对比。 从两位夫人的着装来看, 金正恩夫人李雪主的套装显得非常正式, 而彭丽媛的外套则较为休闲。 文章认为, 金正恩夫妇看上去就是来工作庶职的, 而习近平夫妇则更像是在会客。 文章还称, 中朝双方领导人互相称呼的自理行间, 所隐藏的一个重要信息也让人难以忽视。 在中共官方的通稿中, 习近平向金正恩表示, 你在中共十九大后电贺我再次当选, 前些天又第一时间电贺我再次当选国家主席, 而金正恩回应说, 我与李英来中国向您当面致贺。 文章说, 你和与您之分, 在有敬语的语境中凸显得双方互称时的不对等。 以金正恩的80后年轻人身份和东亚文化中的敬语传统, 虽然金正恩使用您的可能性很高, 但在朝鲜官方报道中, 称金正恩对习近平的称呼是孙敬的总书记同志。 另外,在习近平提出未来中朝关系发展的所谓四大重要意见后, 中共媒体报道称, 金正恩说这些意见令我受到极大鼓舞和启发。 文章称, 如果金正恩果真说了四番讲话, 那么习近平在他眼中一定是一位睿智的长辈。 习近平在讲话中称, 金正恩此次访华, 是双方基于历史和现实, 立足于国际地区格局和中朝关系大局, 做出的战略选择, 也是唯一正确选择, 不应也不会因一时一时而变化。 所谓一时一时, 被指的是朝鲜此前与韩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密来往, 以及金正恩原定将在五月与美国总统川普的会面。 时政评论员唐靖远分析说, 习近平称, 中朝关系不应也不会因一时一时而变化, 显然是敲打金正恩, 意欲甩开北京单独与美国及韩国会谈, 以及此前多次不给习近平面子进行导弹试射及核无挑衅。 同时习近平特意提到派特使沟通双方关系, 明显是在与戴双方的敲打金正恩, 在